大家好 這裡是Change 歡迎來到今天的 流暗道3.10的拓荒推薦小教室第四集 今天要講的是刺客毒飛刃的一個拓荒過程 這隻角色是我3.9版本非常喜歡的一隻角色 我手動不跟團的就把他練到了96等 優點是他的輕塗效率真的是非常的快 有很多爆炸手段、毒手段 可以把整片怪物給弄死的 再來加上他打王跟打合成獸王 你覺得很困難的時候 是可以直接丟完娃爾飛刃風暴落跑 然後通常那個傷害都能夠把王直接一波帶走 缺點就是酸民認證會嗆你說 這是狗都會玩的流派 跟他的前一個兄弟冠軍有一點像 那我們就進入到今天的介紹 首先先給大家看一個流派影片 那這個是打一些比較困難的 勢力王跟一些頭目的一個傷害 可以看到他的毒傷害疊起來之後 效率其實很不錯 那目前示範的影片他使用的裝備 並不是Endgame的裝備 衣服只是使用了一件忠誠之夫 然後其他的裝備就是寒鋼匕首 這樣很基礎的一個配置 打王打圖的話 靠著抹滅又很好用的輕圖能力 基本上這個流派 你只要能夠拿到一個六連的衣服 然後有抹滅這樣跟雙齒寒鋼匕首 這個流派就已經做完了87% 效果就很不錯了 基本上都能維持到 毒傷500萬的DPS 那後期成熟之後 可以超越800萬的DPS 那我跟大家介紹一下這隻角色 真的是受到雙鳴認證的 倒戰還有狗都會玩的流派 那這隻角色的後期 我有做一些使用希望之旋 等等的配置 那部分我會丟這個 比較完整的影片給大家 那你可以在底下 找完整的流派供流 我們今天是要把 拓荒過程跟裝備的選用 給釐清一下 首先拓荒的流程該怎麼拓呢 第一個我建議大家可以使用這個 腐蝕毒雨當成DEP的拓荒技能 這個技能有個好處就是 它本身是製造一個混沌傷害 每秒造成混沌傷害的基本傷害 來自於它製造的煤包 那個煤包在發芽的過程當中 它會放出一個混沌傷害的持續地面 由那個混沌傷害造成一個傷害 它本身是不吃到暴擊等等的效果 所以你也不用稱毒傷 以POB天賦的話 我給大家看第一階段 我會走以持續傷害為主的一個做法 攻擊速度生命持續傷害 然後持續傷害小圈大圈這樣拿起來 前期使用毒雨拓荒的效果會比較好 那為什麼不使用悲刃風暴拓荒呢 因為悲刃風暴這個技能 它本身需要一直按它 前面沒有持續時間沒有釋放 或者是你的中毒沒有堆積完 那情況下呢效果是很差 那各位玩中毒流派到記得一件事情 你的中毒機率是很重要的 比如說我們今天的一個技能 我們主力技能是使用 飛刃風暴 那飛刃風暴是本身沒有任何的中毒機率的 你會需要去疊它的中毒機率 很有可能就會使用到毒化啊 基本上的一堆中毒能力 讓它的中毒效果有100% 那我跟大家講一個懶人包好了 如果你真的要玩中毒職業 你的天賦必須要先把刺客的 脆毒打擊跟毒物走失這兩點升華先拿到 這樣你才能去玩一個毒的天賦 再加上你把中毒機率撐好 在那之前先不要碰有關於中毒的一個攻擊 你打完會很慢 因為有沒有關鍵的天賦 跟你的中毒機率有沒有撐到100% 是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在前期我建議大家先走持續傷害的天賦 玩毒雨 那你路邊隨便減一個攻 你不用上攻擊能力 不用上什麼能力 你可能打個大師的攻擊速度 就可以一路的練到後期 好的那接下來的話也是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的話我會拓展這隻角色 往一個毒攻的方向走 拿範圍生命再拿向毒的腐化效果 那把攻圈生命跟毒圈再拿起來 生命跟傷害生存平均這樣點一點 這樣的話就可以過完劇情了 那前面過劇情其實沒有什麼真正太多的問題 只要你走腐蝕毒雨 等級有帶著練 然後基本上的串連法有連對 就是增加持續傷害的一個效果 那詳細你可以去參加任何的毒雨流派 去POE令甲找有關於Toxin Rain 腐蝕毒雨的流派當中的輔助寶石 找你可以拿的等級 並且一步一步的弄起來 我前一部影片就有教大家怎麼使用POE令甲 看你要怎麼串的一個技能 因為技能是看 你獲得的等級跟你所使用的一個環境 所以大家按到自己能拿到的技能寶石去做排序會好一些 那再來我們講到一個衣服的部分 什麼時候你可以去換到 毒飛刃風暴這樣飛車刷圖的流派 第一點很重要的是你要有個高連線的衣服 其實五連就可以了 那最好的情況下是你可以 生出一件無盡自跑的六連衣服 因為毒流派的連線其實對於 角色的傷害幫助是蠻大的 每一件連線的效果都是有很好的作用 那毒流派真正串連起來的傷害的來源 我們可以從技能這個地方來看 最惡毒素 每層毒素可以增加更多傷害 最多疊十層 所以這個是阻力的傷害來源 再來是毒化你通常可能會缺中毒機率 所以毒化的更多傷害跟中毒機率是很棒 施放讓飛刃風暴發圖的時候 不用一直按太多下 剩下的話就是致命異常啊這類的東西 那目前以寶石輔助來說 你完全不用覺醒等級 這些都是覺醒寶擊很便宜的一個東西 所以呢無邊異能致命異常這些 而且你有辦法換成覺醒版本的再換 沒有的話一般版本其實真的也不會差到太多 那接下來我們要轉成毒飛刃流派的關鍵的能力 就是使用抹滅杖 抹滅杖呢 它關鍵是可以給予你一個物理傷害的混沌傷害 以及你擊殺的敵人 有20%的急遇保障 這一條給的傷害還蠻多的 因為我們的飛刃是純物理版本的 然後你轉成 附加一個物理傷害的混沌傷害 等於你本身堅固了傷害的同時 又可以再增加中毒傷害 因為它是混沌傷害 你擊殺的敵人有機率爆炸 造成四分之一的最大生命 混沌傷害 拿兩把就是40%的爆炸機率 四分之一的爆炸傷害非常驚人 刷塗在前期是非常非常的好用的 所以建議大家一定要存錢換上抹滅杖 那再來到中後期 單一個抹滅杖 輕毒的效果很差 那我又想拿盾牌來增加生存該怎麼辦 這個時候你可以考慮寒鋼之刃 寒鋼之刃它是一個加三等級的一個東西 那你可以配合比諾的鋤刀 做一個一跟一的雙持匕首 那很多人會想說為什麼不能抹滅配匕首 因為這個遊戲不能同時雙持法杖跟匕首 所以你要嘛就是雙持匕首要嘛就是雙持法杖 好的那這裡的匕首我建議到後期有至今 你可以主手換成兩把寒鋼 參加等級一個純物理等級的傷害 因為打我們不需要範圍能力 雙持 漢鋼之刃 那比諾的鋤刀的好處是因為它的中毒可以擴散 就像是一個怎麼講 追獵者的天賦 它的中毒擴散可以讓你很平滑的刷圖 不會有抹滅槍爆炸那種快速的刷圖感覺 但是中毒侵蝕敵人的效果還不錯 所以如果這把武器便宜的話 建議大家可以使用這個武器配上盾牌 因為它的能力中毒以及秒回能力都不能夠 記得都不能夠用兩把武器放大 所以它只能吃到一把的效果 那再來的話我建議大家盾牌 前期可以使用這個迷霧之幣 它可以給予你格檔時的迷中 近期沒有格檔得到最大的格檔率 還有一個當迷中時增加一個元素傷害集中傷害的減變 稍微給點抗移動速度 這些都是很不錯的能力 光這個盾牌給了16%的移動速度 對我們這個流牌就是一個很賺的事情 然後近期格檔獲得迷中 迷中可以穿越怪讓打怪的過程中更為的流暢 效果非常的好用 那另外到後期也可以使用一個盾牌 是艾浦之免 艾浦之免它有個好處就是 它可以配合一個中毒的珠寶 讓我們本身一直產生毒的效果 讓我們的混沌抗性提升 然後我身上的毒素減易的效果再減少 然後每層中毒 我每秒可以回復50能量護盾最多 每秒回復250 都算是一個不錯的 它然後用覺醒直彈到後期可以生成艾浦霸權 艾浦霸權它有個好處是 它能用繼承部分前面盾牌的能力 當中毒時提升最大抗性 那這也是生存的一部分 然後流血對於你造成的混沌傷害 而不是物理傷害 這個東西也是蠻棒的 因為我們很容易就被自己的流血高死 跑得很快忘記按流血解流血血 可以瞬間把自己跑死 那如果把它改成混沌傷害而不是物理傷害的話 我們可以利用珠寶的放大效果 讓我們的抗性撐到78%的混沌抗性 流血對我們來說就不是太大的威脅了 所以我還蠻建議使用這個盾牌 當成一個輔助副手的話 所以正常來說我到後期都會使用 比諾除刀配上艾浦霸拳 然後雙齒寒鋼當成一個打王的手段 前期項鍊 我建議使用不在場證明 它可以給予混沌抗性 減少魔像保留 然後還有一個這裡的 傳奇敵人可以快躲摔退之項 減少他們的行動和傷害移動速度 這個都是防禦面還不錯的項鍊 它同時給了一些生命 然後附加混沌傷害可以增加傷害 持續傷害我們也吃得到 然後絕望的效果 以及摔退之項的生存 所以這是一個蠻全面的項鍊 前中期有一段時間 大家打一界尊石的話 會以還可以的價格可以收到 所以這個產量應該還可以 那再來T17的守夜知智也是可以考慮 但是價格可能就會比較高 它可以給予時空鎖鏈的減面 是一個防禦面的效果 關鍵是塑折光環 可以減少我們的一個效果流失 這就意味著我們可以更少的時間 一直不斷的按飛刃風暴 衣服的部分呢 我建議後期可以換成劍毒 它可以給予敏捷智力 中毒傷害中毒期間 還有低階中毒輔助給予的一個效果 本身是一個傷害層面 跟防禦層面都還不錯 就差沒有血量 那它價格一定是便宜的 那建議大家可以拿一件衣服 然後自己連五連六連來做一個使用 傷害層面不會輸Endgame配置太多 那最後的話還有配合巨岩之環使用 讓你撐能力值比較好撐一些 可以讓你的拿到一個不會被冰凍 然後不會被感電的能力 再加上我們喝的藥水可以免除電 我們在這樣的配置之下 是一個免除元素異常的配置 效果還蠻好用的 因為這個角色呢 它的防禦面撐血量撐不了太高 那元素異常都撐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解冰水啊 換成別的啊 然後感電也不用撐啊 點燃我們自然有一個必喝的藥水 所以簡單來說是一個 比較好面對各種環境的一個配置 那簡單來說就是一個裝備配置 到後期來說我們可以轉成這樣的一個配置 可以玩毒飛刃風暴 再來的話就進入到最後的模式 那我個人建議大家在最後的模式的話 可以把範圍效果點出來 那不用點出任何的範圍傷害 因為範圍傷害其實沒有用的 那希望之璇大範圍的話 你可以吃到這裡的生命啊 生命值以及中毒效果等等的附近的圈 還有這裡的弓圈等等 這裡放一顆希望之璇的效果是真的還蠻不錯的 那詳細的配置一樣 底下的影片會有介紹到後期一些配裝 那到了大後期你更可以換成毒包守衛等等的效果 讓這隻角色的傷害變得更高 那前期使用毒於拖荒是讓這隻角色變得更順暢一些 到後期的表現這隻角色是真的很棒 他能夠快速的飛車刷圖 生存的部分呢 我建議在這裡可以放一顆自覺之鑰 點到超載 然後再補這一顆再刷圖的過程 你就可以使用不朽怒豪來玩 那實際上技能的配置部分呢 幾個重要的關鍵就是 一個受傷串 讓你的頭盔能夠吃掉屍體 死亡凋零是法術增加傷害的串 那一個結串 那啟蒙三等就可以開這麼多光環 也是使用密教頭的一個好方法 風暴漩渦可以幫忙拿球跟撲殺 效果還可以喔 那剩下的話就是一些輔助技能 那當然如果你覺得刷圖不夠快 你可以使用異病之難這樣的效果配合 異病之難可以讓你像是開了一個毒陣火的效果 如果刷圖不夠快或是刷圖想要更快 讓你的飛刃方法範圍感覺更大 你可以使用這樣的方法 輔助自己 好那以上是今天的一個讀飛刃的大部分的介紹 那想要看這個流派詳細的話 我還是建議看完整的一個配置影片 那今天就是把一個拓荒過程跟怎麼轉型 還有一些基礎的裝備介紹給大家認識 我們這次Change我們下支流派介紹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